在新冠肺炎疫情打击之下 本国经济面对极大困境 财政司司长陈博波在新日年财政预算案中公布派档措施 缓解经济下行对市民构成的打击 1. 欢迎百分之百的身份税和个人入息货税 上限$1万元 全港187万名立税人受惠 有关扣减将会在2020年21货税年度的最终应缴税款反映 2. 欢迎四季的住宅物业差响 首两季以每户每季$1,500为上限 估计涉及295万个住宅物业 3. 为每个合资价电力住宅用户户口提供$1,000的电费补贴 超过270万个住宅用户将会受惠 4. 向领取社会保障金额的合资价人士 发放金额相当于半个月的综合社会保障援助标准金额 高龄津贴、长者生活津贴或商残津贴 而在资家庭津贴和以个人为申请单位的鼓励就与交通津贴 亦会作商约安排 5. 为参加2022年香港中学文凡考试的 学校考生代缴考试费 未经许可,不得翻唱或使用